大家都知道现有201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拥有陆地上邻国最多的国家,共有陆上邻国14个,分别是朝鲜、俄罗斯、蒙古、哈萨克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布丹、缅甸、辽国、越南,具体邻国情况,可以看本人此前的文章,《独徒长之十一》。 中国的邻国大权,与此相对应的是,我国共有九个省区拥有国界线,在我国两万三千八百多公里的陆地国界线上,分布住大大小小的我国边境城市。 他们由于处于两国交界地带,拥有不一样的风情,值得大家将他们纳入旅游目的地名录,今天我带大家来领略他们的风采。 中国地图 一、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黑、吉、辽三省,全部都是边境省份,分别与朝鲜和俄罗斯为连。 边境总长路达到4812千米。 一、辽宁省 东南以鸭路江围界与朝鲜隔江相望,边境线长度289千米,国界从鸭路江口的东港市到宽垫满足自治县的浑江口,辽宁省地图。 辽宁的边境县市共三个,分别是东港市、丹东市和宽垫满足自治县,都属于丹东市管理。 可惜的是鸭路江泥沙堆积的朝鲜岛,虽然更靠近我国,却属于朝鲜。 丹东既是我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,也是对朝贸易的最大口岸城市,和国家特许经营,赴朝旅游城市三个市匣区,振兴区,振安区和保安区,均与朝鲜隔江相望。 抗美人朝纪念馆坐落于此,中朝鲜和鸭路江百里文化旅游画廊秀美壮观。 丹东鸭路江大桥,东港市的大陆岛,是中日甲午海站的古战场。 宽垫满足自治县,则拥有我国万里长城最东端的虎山长城。 虎山长城 二、吉林省 吉林东与俄罗斯接壤,东南与朝鲜相望。 边境县长度1448千米。 国界从吉安市的浑江河口到浑春市的湖布图河口。 吉林省地图 吉林省共有吉安市、白山市、临江市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、福松县、安图县、和龙市、龙景市、图门市和浑春市十个边境县市。 分别属于通化市203.5千米、白山市458.1千米和沿边朝鲜自治州786.5千米管辖。 长白山天尺,属于通化市管辖的。 吉安市,是我国三大对朝口岸之一。 号称东北下江南,拥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、鸦禄江风景区、云峰湖风景旅游的假区、好泰王碑等著名景点。 白山市,是中国的主要木材产区之一。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,有60%的面积在境内。 长白山是中国八大名山和五大山水风光旅游区之一。 临江市是中国高山洪景天之乡。 辅松县是中国人身之乡。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,与朝鲜汇山市隔鸦路江相望。 图门国门,延连州是东北三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。 是东北水卡松花江、鸦禄江、图门江和牡丹江四江,均发源于此。 安徒县是中国矿泉水之乡。 河龙是有歌舞之乡,金达来故乡的美誉。 龙景是使中国境内朝鲜族居住最集中、朝鲜族民族文化储存最完整的城市。 被誉为中国朝鲜族民族文化发祥地。 图门是拥有中朝图门国门。 浑春是拥有一眼看三国的防川边境风光。 一眼看三国。 三、黑龙江省。 黑龙江北部、东部分别以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。 边境现长度三千零七十五千米。 国界从东宁市到墨河黑龙江十勒喀河口。 黑龙江省地图。 黑龙江边境县市众多。 自西北向东南,包括大西南岭地区, 七百八十六千米地木河市、塔河县、扑马县。 归属黑河市,三百五十四点三千米的黑河市区, 孙吴县、驯克县。 归属一春是二百四十九点五千米的嘉印县。 归属赫岗市二百三十点一千米地罗北县、隋斌县。 归属加木寺市四百四十五千米地铜江市、浮远市。 归属双压山市一百二十八千米的饶河县。 归属基西市六百三十二千米地虎林市、密山市、基东县。 归属牡丹江市二百五十千米地木陵市、隋斌河市和东宁市。 涉及六地级市一地区共计十八个县市。 我国最北端和最东端都在黑龙江省。 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最大的邻区。 墨河的北极村,北纬53度33,是中国最北部的村镇。 是中国境内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现象的地方。 呼马县是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县最长的县份。 神诸北极,黑河市爱辉区境内黑河口岸,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。 阿木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海兰炮阁黑龙江相望。 历史上中俄不平等条约爱魂条约就在这里签订。 是中俄长达七千公里边界线上唯一相对的双子城。 黑河眺望俄罗斯。 铜江市是中国六小民族之一地赫哲族主要聚决地。 是贯穿中国南北公路大动脉铜三公路的北端起点。 接近后赫哲族渔村很有特色。 接近后赫哲渔乡日落。 福远市是我国的最东端城市。 最东端,冬间133度40分08。 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、伯利,距离仅65公里。 拥有我国最大的湿地三江湿地。 东方第一线。 饶河口岸是通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门户。 虎林市矗立铸乌苏里江第一塔。 密山口岸有世界最小的国界桥白铃和桥。 饶河口岸。 密山口岸。 木铃市是中国大豆之乡和中国红豆山之乡。 隋分和市市百年口岸。 是中国首个卢布使用市点市。 隋分和口岸。 二、华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。 华北地区仅有内蒙古为边境省区。 与俄罗斯和蒙古毗邻。 边境线长度4359千米。 内蒙古自治区国界从俄尔古纳市的黑龙江石勒喀河口,直至俄纪纳齐。 边境线漫长。 国界长度仅次于新疆。 边境地区涉及四个地级是三个蒙。 共计十九县市齐。 一、呼伦贝尔市,1732.4千米。 边境城市包括俄尔古纳市、满洲里市、陈巴尔虎齐。 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二十三旗。 俄尔古纳市。 西北部和俄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。 是内蒙古自治区维度最高的市。 也是中国最北的边境城市。 边境线671千米。 有黑山头,视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。 这里都民族聚居。 是蒙古族发祥地。 又有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相恩和俄罗斯族民族相。 拥有亚洲第一湿地保护区。 穆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,是大兴安岭观赏红叶的地点之一。 是我国最后一片寒温的原始森林。 俄尔古纳市地。 陈巴尔虎齐、新巴尔虎左旗西北,与俄罗斯格俄尔古纳河相望。 新巴尔虎右旗和新巴尔虎左旗,都是同时与蒙古和俄罗斯接壤的行政区。 这里是蒙古族巴尔虎部落聚居地。 冰雪纳达木大会风情独特。 冰雪纳达木。 满洲里市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。 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。 融合中俄蒙三国风情。 有世界最大的套娃广场。 有数不清的俄罗斯风情建筑。 被誉为东亚之窗。 辖区内的呼伦湖,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。 又名达赖湖。 呼伦蒙湖与一位水塔,因历史上,湖中盛产水塔而得名。 呼伦湖八景为水上日出, 湖天蜃楼,时装炼马, 玉滩逃浪, 虎啸呼伦, 向山望月, 独荡七鸟, 欧岛青秦, 满洲里国门。 世界最大的套娃广场。 二、新安盟, 215.5千米。 边境城市包括阿尔山市和科尔沁又一前期, 均与蒙古皮帘。 主要景点, 阿尔山火车站, 是日本于修建1937年修建。 是一幢东洋风格的日本式建筑。 如今, 整个火车站储存完好。 仍在继续使用。 阿尔山松贝尔口岸, 是中盟边境济满洲里, 二连浩特之后的第三大陆路口岸。 阿尔山火车站, 阿尔山天池秋色, 阿尔山天池由火山喷发后积水而成, 位于阿尔山东北74公里天池岭上, 海拔1332.3米, 有484级台阶。 由于火山地热资源丰富, 所以, 这里是温泉之乡。 三, 西陵沟勒蒙, 1105千米, 边境城市包括苏尼特右旗, 二连浩特市, 苏尼特左旗, 阿巴格阿旗, 东乌珠穆沁旗1114旗。 东乌珠穆旗, 拥有国际性一类陆路口岸中恩嘎达不齐口岸, 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格界相望。 两市区间距离9千米, 是中国对蒙开放的最大公路, 铁路口岸, 二连浩特铁路国门, 二连浩特公路口岸。 四, 乌兰查布市, 104千米, 仅四子王旗与蒙古交接。 纳达木事件比赛。 五, 包头市88.6千米, 仅达尔海茂明安联合旗与蒙古接壤, 有向北开放的满都拉航旗口岸。 有乌兰查布研画, 和印正蒙元文化的敖仑苏穆城遗址, 以及康熙银盘, 太长城, 北魏长城, 金献豪遗址。 内蒙古欧包。 六, 巴雁闹尔市, 379.3千米, 境内的乌拉特中旗, 乌拉特后旗与蒙古比邻。 乌拉特中旗有甘其毛都口岸。 乌拉特境内, 现存阴山岩画, 赵长城, 秦长城, 千年古鱼沟, 爬百沟, 恐龙化石群等遗址一迹。 七, 阿拉善蒙, 734.6千米, 阿拉善蒙所辖俄纪纳旗, 阿拉善右旗, 阿拉善左旗均为边境地区。 拥有独特的大漠, 浮阳林, 草原风光, 北京乌鲁木及高速公路, 经过阿拉善蒙段, 号称中国最美公路之一。 腾格里沙漠, 阿拉善左旗主要景区, 包括腾格里通湖草原, 腾格里达莱越南湖, 敖伦布拉格大峡谷, 吉兰泰岩池, 哈布茨盖怪石林, 姆门洞, 赫兰山国家及自然保护区, 腾格里沙漠天鹅湖等。 吉兰泰岩池, 阿拉善右旗主要景点, 包括, 阿拉善国家沙漠地质公园巴丹吉林园区, 曼德拉山沿画, 雅布拉山, 海森楚鲁怪石城, 红敦子峡谷等。 巴丹吉林沙漠, 俄济纳其最著名的景区, 是俄济纳湖阳林国家及自然保护区, 其他还有神树, 黑城遗址, 居沿海, 俄济河, 怪树林, 策克口岚, 居沿文化遗址等。 俄济纳其现存胡杨林三万公顷, 被列为国家及自然保护区, 俄济纳胡杨林区, 是世界仅存三处之一, 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往观赏。 胡杨林 俄济一切禁止。 俄济沿路筒打远和降雨址等。 俄济沿路筒打远,